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Donald 今天和大家去找食, 找到去沙田 原來最近泰國很有名的飲料奶茶的Chata Mui 他在這裏開了一間咖啡廳 不止有他最有名的泰式奶茶飲料 而且還有食物和甜品 試食當日, 他一開店, 我們就馬上坐下叫食物 我們還沒叫食物之前, 大家看看環境是怎樣 座位與座位之間都不算太壁, 還蠻寬闊的 環境都算不錯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菜單有什麼食物 他除了湯河炒飯之外, 還有小食, 沙律給你選擇 哇, 奶茶飄雪, 等我都叫一個來吃 最後就是飲飲的菜單 他跟大部份的餐廳都是一樣 用手機掃個QR Code就可以落單, 非常方便 正宗泰式奶茶, 32 元一杯 因為今天我們想試那個奶茶飄雪 所以沒有叫食物 第一份的正餐, 我們叫了這個 泰式牛肉湯河 而另一份, 我們叫了黃咖哩雞法包 當日我們叫了兩個主菜 再去到午餐的菜單去看 就發現午餐和主菜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 先讓我們叫這兩個主菜 對了沒錯, 就確定落單 很快這個泰式牛肉湯河就到 就這樣看湯的顏色都很濃, 喝下去也應該不會太淡 試喝了一口也發現湯不會太鹹, 而且還有一點甜味 說明是泰式牛肉湯河, 牛肉當然不少 牛肉份量方面也有五塊, 也不算少 而配菜方面, 只有這塊蘿蔔 到河粉, 它份量不算少, 但一夾起來就比較少 輪到試食環節, 首先我試試河粉 一開始我以為它煮到這麼散, 也應該挺軟的 但吃下去, 又不是 都挺有咬口, 不錯 都試吃牛肉 就這樣看, 它也不算煮到過熟的一隻 而且吃下去也有牛肉味 碗粉整體來說也不錯 快到黃咖哩法包就到了 它咖哩汁也算多 一切開它, 那些汁已經流出來了 那麽法包的表面也焗得很脆 那麽咖哩雞又怎樣呢? 各位網友目測都看到, 其實咖哩雞的份量不算太多 大概只有四至五塊雞 而且也很小 就這樣看, 各位網友知道這塊是什麼嗎? 當我吃下去就知道, 其實它是一塊薯仔 整體來說, 這個咖哩雞法包是蠻好吃的 這個法包煮得很脆 而且咖哩汁不算太辣 大人小朋友都吃得到 唯獨是咖哩雞 吃下去會有一層雪味 而且份量真的太少 如果可以改善這兩樣東西 這個咖哩雞法包就真的沒得定了 它這個咖哩雞法包是賣88元 以價錢來計算, 就好像不太划算 那麽主菜我們兩個都吃完了 就用個QR Code 去叫我今天最想吃的奶茶飄雪 那你叫這個奶茶飄雪 你可以選擇立即上, 或者15分鐘後才上 那麽我們沒有選擇到15分鐘後才上 就這樣看賣相都真的蠻好吃的 它這個是奶茶味的糖漿 而黑色小碟的那個就是涼粉 那麽賣相就好美 味道又怎樣呢? 讓我試一根奶茶冰 冰那方面它是屬於雪花冰 比較綿密又細 而食落口就是它的奶茶味道 不過不算太甜 而涼粉你可以加點奶茶糖漿一起吃 或者放在刨冰一起吃都可以 鋪在奶茶冰上面白色那些東西 本身我以為是煉奶來的 但是食落口它就沒有煉奶那種甜味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來 然後我們加上奶茶糖漿 在奶茶冰上面一起吃 食落口不會過甜,剛剛好 最後我們就把涼粉和糖漿 倒進去一起吃 食落口的感覺就是有咬口的奶茶 總括我們吃了三樣東西 煮食方面就真的比較普通 而這個刨冰我們就真的猜不到這麽好吃 所以如果各位網友有興趣來試的話 不妨叫這個奶茶飄雪試試 那這一餐我們總共吃了多少錢呢? 加一就是290元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記得CLS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